由于大量的方块人常年累月砍伐树木 导致这个世界的二氧化碳浓度超标 生物大规模灭绝 那么想要恢复这个自然界的生态 我就需要不断的种树 才能让村民们重回自然 哈喽大家好 我就是森林的守护者 焦岩捏捏 我们按这个按钮就可以开始了 前方突然间出现了一位大姐 她告诉我们 现在我身处于的地方 是一个红树林的植物群落 也是很多小动物的重要栖息地 而我们的任务就是要大量的种植红树林 来慢慢的吸食二氧化碳的浓度 这个时候我手上多了一个种子发射器 可以直接播种了是吧 以及还有一个镰刀 我们跟着大姐走出来 这里刚好有一片小泥土地 我们直接对着它上面发射 我去瞬间长成了参天大树兄弟们 觉得泥府的请打一个 就泥府啊 那么最近的播放也是越来越差了 所以这期视频 点单数过三千就立马更新下一期 好家伙 有这黑科技了 我不是一己之力造整个红树林出来 好快看书线上面还长了这个什么东西 长条长条的 然后我们用这个镰刀就可以把种子给它挖下来了 挖下来的种子就会自动填补到种子枪上面 补充弹药 好现在已经全都明白了这个操作步骤了 我们可以离开初始小屋了 我手上又多了一个这个叫二氧化碳浓度的检测剂 现在有六级 这就是六级的二氧化碳吗 怎么这么黑啊 二氧化碳不是无色无味的吗 这分明怕不是pm2.5吧 好家伙 我不抬抗了这应该是地图作者为了让玩家更好的区分 哪的这个空气质量会更差一些啊 哎这边有个小动物 我这一上来就发现了一个啊 这个快要灭绝的动物吗 一共有16个动物啊 这么差的空气质量 你这个小浣熊啊都还可以生存的吗 哦每发现一个冰威的动物呢 都可以获得他的图奖啊 比如说呢这本图奖给我们介绍了 这包干脆练的制作过程啊 我们来打开地图啊 哎呦我去这二氧化碳之间黑云压城城一催了 把我整个地图都给染黑了 所以说兄弟们现在种树克不如缓 我们直接使用我的这个种子发射器啊 原地生长出来了一个大树 哎这前面有一个小动物 我又发现了一个冰威生物啊 是个大闸蟹 等一下 等一下 这螃蟹是被煮到一半半路逃走了吗 为什么这种钳子是红色的 哎然后我们走过来啊 这里有个披花艇 可以快速的帮我渡河 不是这小河就这么窄 我要什么船呀 我直接自己游都游过来了好吧 哦呦这边看见有那么一丝丝的诡异啊 整个这个气氛呢都是黑漆麻糊的 我的种子也没有办法生根发芽啊 发现离枝癞蛤蟹 等一下这不是冰威物种吗 啊那这原版生存都不算冰威物种是吧 哎什么动静 怎么大晚上这还施工上了 哦好像是一处沼泽地的村庄啊 我们看箱子里面啥也没有 连个人也没有 你这光有一个空房啊 这房子是怎么造出来的呀 灵异是这样的兄弟们 啊有可能是目前的二氧化碳浓度还是过高 不适合人类的居住啊 所以说我们要继续多种树啊 然后等这个房子装修好了 这里的居民就可以住进来了 啊大家快看我手上的这个仪器啊 经过我不懈的努力 这里的二氧化碳浓度已经降到了只有一级了 哎慢慢的变得低碳环保起来了 房子里真的连个床都没有 哎我走了 哎这里我找到离处沙漠地带 想要改善环境 这里想必就是最具有挑战性的 大家快看 我们现在拿着这个种子发射器 种一下树看看 我去种在沙漠上直接长都长不出来呀 我天啊兄弟们 在沙漠之中啊 这个红树岭的存活率就非常的低呀 哎呦好不容易长出来一个啊 哦我明白了 大家看我手上的这个枪啊 上面显着只可以种在这个更加红的土壤里面 才可以让它长出来啊 不能直接种在沙子里面 而且在沙漠之中啊 这样的土壤是非常稀缺的啊 必须要精准的设计到 才可以生长出来 哎兄弟们我就骗不信了 我就是要在沙漠里面植树造零 哎我种子多 我就疯狂的射 哎你看见没 凭借一己之力啊 将整个沙漠变成沙漠绿洲 没有想到啊 种树是如此快乐的一件事情 我们要多把这个红色的土壤里面种啊 哎哎哎哎 啊这个树干直接把我卡在里边了 看来这个树生长的菜块 也不是一件好事啊 直接不把这树变成香蕉树了 可还行 哦他左向角提示我呢 让我使用镰刀啊 可以砍断多余的树枝啊 哦我出来了出来了 我严重怀疑这个世界的种子都被打激素了 这树长的也推坏了点 叮叮又发现了一个冰威物种 小花猫 哎等等 这上面怎么突然开始见到了 是一个来自于沙漠的村庄啊 我决定了 我要把这个沙漠的村庄 给它恢复到适合人类居住的环境啊 经过我的不懈努力啊 我这把树林围着整个村庄到了一下 终于已经来了当地居民的入住啊 哎我们跟这里的居民友好的交流一下 这个村民说你不像其他的游客啊 你是真正在乎我们的 啊我明白了 那他应该就是这里的原住民啊 只不过这个原住民 怎么跟他们的房子完全不是一个风格 他们居然穿的是衬衫长裤皮鞋 不对劲啊 你们还说我是游客 我怎么感觉你们才是游客吧 我才是那个原住民啊 不多说了 我先回家睡觉了 好那我们现在继续看着我这个小皮挺 滑滑滑 然后正下方呢 还有一个空气质量的进度条啊 我种了这么半天的树啊 才刚只种了9%啊 我们又回到了这片黑土地啊 看起来非常的平洁 我们继续超快种树 赶紧的啊 把这片的村民也给它召唤回来吧 哦空气质量恢复了 房屋建成了 哎这里的居民看起来就很像是原住民了 这话说的不正确了 我的意思是说这个 啊热带和压热带气候吗 人长得黑点很正常吗 虽然我已经改变了很多的空气质量了 但是从地图上来看 根本看不出来任何的变化呢 我们趁着夜色呢 在路上的树叶当中收获了很多的种子啊 因为这个枪其实消耗种的速度还是很快的 又找到了一处村庄 这里的村庄已经被我修建的差不多了 简直了呀 从白天劳作到黑夜啊 我们现在疯狂的种树啊 马上这里应该就可以看到原住民的回归了 哦哦成功了 兄弟们现在我已经恢复了三个村庄了 请可以把村庄英雄打在弹幕上 哎哎哎等一下 你这小伙怎么感觉长挺帅呀 这穿的还这么时尚吗 还有你这原住土著都有眼镜了吗 那完了啊 看来我们没有把原始人找回来 这里的二眼花坛浓度降低了 反而吸引了更多的游客过来旅游啊 我们也是成功的帮助这里恢复了旅游业的繁荣啊 没有想到最后绿色欢宝竟是个生意啊 我得赶紧回去找老板要我的工钱去了 看个小小的玩笑啊 这张地图说实话还是挺不错的 而且呢最关键它还是一张免费的地图啊 所以说带有一定的工艺性质啊 从这点来说 我就要给它打个五星好评啊 那我们这期视频就先到这里了 还是长按点赞破五千 下期继续发掘机眼版的好模组